第三十八題 已知甲乙丙定是相同材質和規格的電阻器 富榮将此四个电阻器连接如附图电路 比较各电阻器的电流和电压关系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看到甲跟乙丙之间 乙丙之后串联之后再跟甲并联 所以乙丙的电压就等于甲的电压 所以V甲就是V乙加上V丙 所以选项A的叙述是对的 我们看到呢 我们的乙丙是串联 所以他们的电流大小要一样 他们串联之后他们的电阻会变大 所以他们的电流会比上面甲的电流来的小 所以甲的电流会比乙丙的电流来的大 所以选项珠也是对的 如果我们再仔细说 我们假设通过乙的电流是1安培 那丙也会是1安培 那甲会多少呢 这边是相同的电阻器 所以乙丙串联的电阻是甲的两倍 根据V等于IR 我们外面的电压是一样的 所以当我的电阻是两倍的时候 我的电流只有1分之1 所以乙丙的电流如果是1安培 甲就是2安培 那么2加1会变成3 因为他们会合会变成所谓的丁 就是并联的时候 总电流等于分电流相加 他们的比例就是2比1比1比3 所以选项C也是对的 那么选项B是错的 应该是I甲加I乙会等于I丁 或者是I甲加I柄会等于I丁 就是所谓的刚才提的 总电流就是分电流相加 所以选项B是错的 所以我们第38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I甲加I乙加I柄等于I丁 这就是误项B是即将其误项B I甲加I乙加I柄 唔加I柄等于I 让你做误项B I甲加I乙加I柄 350